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剛回來的時候去順發買了兩樣東西 因為我的樓上呢 無線網路收訊不好 各位如果有看我玩磁機應該知道 我回到家裡 如果我玩磁機都是用手機分享 網路給我的這個iPad 然後再去玩磁機 可是呢因為手機的訊號有時候呢 訊號非常好 可是有時候會稍微有點停頓 常常在緊要關頭呢 遇到敵人 門打不開 東西撿不起來 挫賽 對不對 我樓下呢 在上個月呢 就有換無線機器台 是華碩的 但是呢 訊號打不到樓上來 因為隔了大概兩三道牆 我這裡是三樓 機器台在二樓 所以呢 我決定把這個訊號加強 那我在賣場裡面看到一個 叫做ASUS的 這一個無線網路延伸器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這個 強迫器啦 它是利用這個 中間這個 等於是一個中繼站 它收到樓下的 Wi-Fi的訊號之後呢 再轉換到 這一個 然後再從這邊發射出來 所以呢 我只要把這個呢 安裝在可以收到訊號的地方 就不要太差的地方 可能譬如說等於要裝在 這個門口的地方 然後透過樓下收到訊號呢 再轉上來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測試這個 那另外我又買了一個 ASUS的 ROG的電競耳機 這個是白色的 很漂亮 這個超漂亮 我之前就有看到 那各位不陌生了 因為館長他也是用這個 但是他用的是黑色的 這下一段呢 我在開箱 但這個會在主頻道 因為這個東西太炫了 這都是自己掏錢買的 那我們現在來裁縫這個 等一下來測試一下 因為我現在在家裡 這邊 我這裡樓上三樓 收得到樓下的訊號 大概只有一格 然後一格到兩三格 但是呢 訊號非常不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做測試 我先把它打開 開箱給大家看 看速度是不是可以有改善 我覺得 裝了之後呢 速度呢 應該是不會變快 但是呢 穩定度會變好 因為他這個不是用來加速用 看 這個是他說明書 然後這這麼小一個 這麼小一個 試試看 打開 喔 他這個最棒的是 完全是直接是這樣子 直接插在牆壁上 所以什麼都不用用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看一下說明書 插上去之後 開啟電源 重置電源按鈕 OK 使用WPS連線按住分享器 3秒 搜尋最佳位置 它有一個搜尋網路最佳位置 所以你可以換不同的地方 OK 那這樣表示說有連上 給大家看一下 正常我們在連的話 會是連到這個 這個 我自己家裡設定是 MANSCAN 5G 或者是MANSCAN 2G 那現在 如果你用一個 就是WIFI的這個 中繼站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 MANSCAN 2G的RPT 所以這個代表是 它連到我樓下的 2G的網路之後呢 延伸出來的一個 基地台 所以我們現在連這個 好 經過我一天的測試呢 跟各位朋友說一下 我後來把這個 中繼改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 等於是強迫器嘛 那你現在看到有沒有 它有時候會閃紅色 代表說 訊號不是很好 它等一下又會變黃色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第一件事情 這種中繼站呢 它能夠轉發的訊號 只有2G的訊號 它沒有辦法轉5G的訊號 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想說我手機在 做連線的時候 怎麼一直出現 都是MANSCAN 2G而已 那 最主要是因為這種 它只能轉2G頻寬 5G是沒辦法轉 我剛剛又跑去參觀問了一下 他說這種中繼的產品 沒有在轉5G的 都只有2G 那5G呢 只能在同一個環境下使用 2G可以這樣子轉 5G沒辦法 就有點可惜 那5G的頻寬比較 比較寬啊 所以這傳輸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今天早上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樓下機器台稍微換了一下位置 換到這個樓梯的中間 那我樓上 就可以收得到這個 5G的訊號 但是呢 訊號只有2格 那玩磁機 各位都知道 晚上大家都看我玩磁機嘛 那只要回到台中 訊號就不是很好 不過呢今天晚上訊號 就應該比較好一點 但是只有2格我有點擔心 所以呢我又做了一件事情 剛剛去燦坤又買了一支 這個雙頻的 Wi-Fi增益的天線 它等於是網路卡 就是等下會插在我的 這個 MacBook上面 那這個之後呢 再測試給大家 好不好 所以 現在這邊轉成2G之後呢 其實在2G的部分 訊號呢就會非常非常的穩定 我在3樓呢幾乎全部都收得到 但是它能夠增加網路的速度嗎 其實不行 它只是增加網路強度的穩定性而已 但是它頻寬是沒辦法增加的 如果你有像這種家裡有基地台 然後可能在2樓或1樓 1、2樓沒辦法收得到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延伸 那推薦給大家就是 很多品牌你可以自己選 不一定要選這個華碩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家樓下的主機是用華碩的 那它又有那個快速設定按鍵 我什麼都不用動 那兩邊同時 那邊先按 這邊再按一下 兩邊就連線了 那這樣就OK了 好不好 那解決的這個 網路不穩定了 但是呢 很可惜的 只能2G不能5G 好那5G的部分 我怎麼解決呢 下一支影片見吧 我剛去參觀買這個 剛才買的 試試看吧 最近買了好多要來開箱 這個 D-Link 雙頻無線網路卡 這個有3db的增益值 OK 掰囉